早上有媒體人點名說 朱立倫如果回台的話就會啟動換政 那有聽說過這樣的說法嗎? 我相信黨中央一定會盡全力 來加強溝通與地方的整合 我想我們唯一的目標 就是團結一致 共同打贏年底的選戰 面對年底的選舉我們當然是打團體戰 我想下午的拜會 我們當然尊重主辦方的安排 我想一直以來我在 地方上持續的請一拜會 跟各個重要的人士 基層的民眾包括里長 意見領袖 我們持續請一 我想這樣的步調不會停止 他現在在訪美 他之前表達國民黨促進兩岸和平交流 親美的立場不會改變 如果2024國民黨執政 將在區域安全和兩岸和平上 扮演重要角色 委員您怎麼看 兩岸和平穩定的發展是絕大多數國人共同的期待 身為區域的一份子 我們當然有責任對於區域安全要盡一份心力 委員家怎麼看這個桃園之亂 最近好像羅志強又在炮轟黨中央的樣子 我們當然希望 接下來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加強溝通 蕭泥旗艦 我想大家 發揮智慧 來共同思索 如何解決內部分爭的方式 共同面對年底的選戰 沒問題 你 谢谢大家